算算看,再把答案是假分数的,换算成整数或代分数 我们看第一集哦 4又6分之1乘以7 这一集老师就建议整数去乘以整数,整数乘以分数 再合起来 7是28加7乘以6分之1等于6分之7 6分之7是假分数 我们要怎么换成代分数呢 是用除的 所以6分之7就是1又6分之1 等于28加166分之1等于29又6分之1 第二题 100乘以10分之9 这个10分母除以10 它也除以10,就是各下掉一个0 然后剩下10乘以9 就等于90 第三题 7分之1乘以3分之2 检查一下,都没有 可以除的,互相除的 好,那就分母乘分母 3721分之1乘以2 第四题 检查,诶 分子分母可以约 用4约除以4等1 除以4等2 接下来不行了 9,2,18,5 看第五题 4分之5 乘以15分之8 好,4跟8 可以互除 互相约 用4约1 用4约2 5跟15 用5约1 用5约3 答案就是3分之2 好,第六题 这个 第六题 前面这个 就要换成假分数了 因为后面它是分数 好 怎么用呢 35 15 15加3 18 乘以4分之7 好 4 18 都是偶数 可以用2约 除以2等9 等于 5 5 2 得10 9 7 63 诶,这个是假分数 我们要换成带分数 那怎么换呢 先用除 先用除 好 6 60得0 61得6 3 就是6又十分之3 第七题 两个都是分数 所以我们都要换成假分数 5 3 15 15加1 16 乘以16分之2乘以16是32 然后再加11 答案是43 好 分子分母一样可以相约 好 就剩下5分之43 5分之43是假分数 要换成带分数 加58 43 所以等于8又5分之3 好 第八题 也是 要全部换成假分数 3 2 得6 6加2 8 5 4 20 20加1 21 4和8 可以用4 除以4等于1 除以4等于2 3跟21 可以用3 约3 3除以1 3除以3等于1 21除以3等于7 所以答案是 分母是1 27 14 等于14 通常这一个步骤 我都可以省略 只要分母是母 是1 然后就直接把分子乘起来 写下答案就好了 好 第九题 40分之27 这种题目呢 就3本是1 1分之3 然后这种分数 除以整数的话 这个除要把它改成 乘 后面的 要把它变成导数 那后面3 3就是等于1分之3 它的导数就是3分之1 所以这样 好 除以3等于1 除以3 27 除以3 9 所以答案就是 40分之9 好 第七题 第十题 也是 10分之13 除改成 除改成 然后7 改成它的导数 7分之1 答案就是 70分之13 看第十一题 前面 前面 代分数 也是要改成 假分数 2乘12 24 24加1 25 除 改成成 后面 变导数 除以5 除以5 答案就是 12分之5 5 第十二题 前面 一样 改假分数 717 7加1 8 除 改成 12 改导数 倒数 好 这里 8和12 是偶数 可以用4约 8除以4等于2 12除以4 3 分母3 7 21分子2